各位在云端里面的朋友 弟兄姊妹你们好 我是许牧师 今天又来到我们云端主学的时间 我们要演习的课题是 就业概论第37讲 今天我们要把好几卷书 连在一起讲 过去呢 云老师呢 帮我们讲过关于撒末尔纪上下 今天呢 我要把这三卷书了 撒末尔纪 猎王纪和历代志 这几卷书呢 拼在一起讲 撒末尔纪在犹太的经书里面呢 就是一本 基督教就分成上卷跟下卷 猎王纪是犹太经书里面 也是一卷 在我们读的圣经里面 就分成上卷跟下卷 然后历代志 同样在犹太人的经书里面 十一卷 我们呢 就把它分成上跟下 当一些的基督徒 读到撒末尔纪的时候 读完了 他们呢 大概呢 对后面的那个历代志 就觉得 历史有点重复啊 当你读到猎王纪的时候 你就不太想读历代志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历代志里面所提的事情 猎王纪上下都讲过了 所以呢 当你读这三卷书的时候 前面读还有一点兴趣 读到后面的时候 你就发现好像有一点重复 重重复复 就好像四福音一样 当你读完马太福音 耶稣的生平 你就不太会有兴趣的读马可福音 因为马可福音讲的很简短 也是讲耶稣的生平 他所讲的事情 马太福音全都讲过了 那后面的路加福音啊 还有约翰福音呢 都有历史部分是重复的情形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读到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呢 读完前面就想跳过去了 不再读下去了 其实呢 圣经的作者是圣灵 是神的灵 他这样的安排呢 是有神的意思 他把这三卷书 撒摩尔记 猎王记 还有了历代志 把三本书放在一起了 是有他特别的用意 那今天呢 我们讲这个课题呢 就是要大家读圣经的时候 要明白神的用意 他这三卷的历史书 要给我们启示出一些中心的信息 这些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好 请大家记着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分为 史家观点 看 撒摩尔记的历史 然后呢 用先知的观点 看 猎王记的历史 用 记事的观点 看 历代志的历史 撒摩尔记 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 是用史家观点 老老实实 写下来 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 当猎王记写的时候了 他跟撒摩尔记有不一样 因为他用先知的角度 先知呢 就是会有批评的 会有评论的 先知呢 对这个猎王记里面 很多的王都会有评语 有评论 评论他们的道德 他们的贡献 或者他们对国家所带来的灾害 所以呢 他用先知的角度来写 猎王记 然后呢 到第三卷的时候 历代志 他写历史的观点又不一样了 他完全是以一个宗教的观点 宗教里面最高领导的就是祭司 他是用祭司的观点来写历史的 所以历代志里面所注重的是什么呢 是献祭 敬拜上帝 当这个王弟懂得敬拜上帝的时候 这个作者就对他有兴趣了 写的蝙蝠也比较长 他特别提到大卫和所罗门 那大卫呢 他没有建圣殿 但是呢 为什么他被纳入 在历代志的历史里面呢 因为他很想建造圣殿 所以他在建圣殿上面 他有贡献 他就是把大部分的金钱 那财宝都留给他的孩子 希望他呢 来建造神的殿 所以呢 他认为大卫对那个敬拜神的事情上面很有贡献 然后大卫又编了敬拜对斯班 在圣殿里面 将来的圣殿里面侍奉神 所以呢 历代志就写了大卫的这些贡献 当所罗门的历史的时候 他来写 他就没有提到所罗门的缺点 正如他也不提大卫的缺点 在那个撒姆尔记 很忠实的交代 大卫的贡献 还有了他的犯罪 他的缺点 他的污点 一点都不隐瞒 你就知道了 圣经就不是一本人的书 因为人的历史啊 总是对统治者 因为受他的统治 所以呢 只能对他歌功颂德 不敢太多的批评 但是 撒姆尔记 他不是屈服在王帝的权下来写历史的 他是完全是神的权柄给他写的 因此呢 他写历史的时候呢 不管你哪一个王帝 只要你的历史有好的不好的 他忠实的写下来 所以大卫的历史啊 他的缺点 撒姆尔都写了 那我们就看到就是 那个历代志了 他为什么不提大卫的缺点 他也不提所罗门的缺点 因为这些呢 跟福星圣殿 福星敬拜 没有关系 而这正正两个王帝 他们在这方面呢 虽然有缺点 但是他们这两方面呢 是很大的贡献 也带来了以色列王朝的 推到一个最高峰 因为他们复兴圣殿的敬拜 所罗门他伟大 他复兴圣殿的敬拜 当然 那个 猎王纪 对他的缺点毫不留情 批评他在道德上各方面等等 因为猎王纪是用先知 先知就是喜欢批评 但是呢 他是按照真理来批评的 不过呢 历代志写书的目的不一样 他是让大家看到 圣殿的敬拜 敬拜上帝是很重要 一个国家懂得敬拜上帝 这个国家民主 作为福星 我们中国在中庸 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民福交涉治理 治国其如是诸掌福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意思就是说 统治者 天子 如果懂得敬拜上帝 懂得献祭这回事 他治国的话呢 就很简单了 就好像东西放在手掌上 观看那么容易 所以总意思告诉我们 统治者 懂得敬拜上帝 懂得带领国家人民 搞好敬拜 敬畏上帝 这回事 那治理国家就容易得多了 国太民安了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 神 是很注重 人 对他的敬拜 不是那些仪式上的敬拜 而是怎么样 福星 人 用心灵 诚实 敬拜上帝 这样的话 国家 国民 就有福了 所以 请大家 记得 这个图 就是用三个观点来看 旧约圣经的 以色列的历史书 那为什么 我们可以读 中国的历史 为什么要读犹太人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是人写的 犹太人的历史 也是人写的 但是是圣灵感动的 不是用人的角度去看历史 是从神的角度去看历史 所以盼望大家 重新再去读 撒末尔记 猎王记 还有历代字的时候 就懂得用这三个观点 来读历史书 你就不会觉得重复又重复 这个图呢 我是参考 我的神学的老师 马尤早 他是一个很精深的学者 所以盼望这个图 能够帮助大家读圣经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观点 而且呢 得到新的亮光和信息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根据 刚刚三角形的那个图 三个观点 来看犹太以色列人的历史 我们就做一个比较 他们从不同的观点 所带出来 不同的内容和重点 撒末尔记 猎王记 历代字 撒末尔记 他是以死家的观点 写历史的 然后呢 猎王记呢 他也是写历史 不过呢 他是加上先知的观点 而历代字呢 是以济世的观点呢 去写历史的 第二 撒末尔记呢 他是写政治史 他是写的上册 上册的历史内容 包括了 统治时期的 撒末尔 他以 世事的身份 来统治 管理 以色列国 而后来 选的第一个王帝 扫罗王 他开始好 后来呢 因为不敬畏上帝 衰落了 然后 神拣选了 和神心意的王 大卫 所以这三个巨头呢 就成为了 撒末尔的 历史记载的 重点 他是写了 这个国家的 十二个支派 所建立的 联合王国 是一个联合王国的 王朝时期 是以色列历史的 上册 然后呢 烈王记呢 他是以色列历史的 下册 他也是 写政治的 历史 他是写 从所罗门以后 一直到 这个国家的 灭亡 所以为什么 烈王记 他是以 所罗门 做开头 以 国家的灭亡 做结尾 因为 所罗门 要为 这个国家的 灭亡 要负 很大的 责任 因为他的 神祝福他 很多 给他恩典 很多 但是他没有 好好的用 没有好好的 去敬畏 上帝 所以 后来 就浪成 这个国家 神离弃 他们 他们就一分为二 分裂以后 列王记 大部分的历史 是以色列人 的 分裂 就是 分裂 亡国 时期 一直到 他们 灭亡 那 所以 列王记 是写了 政治史的 下策 而 历代字 写的内容 可以说是 从 撒末尔的 联合亡国 时期 一直到 以色列人 最后的 一个 王帝 他是 用宗教的 历史 去写 这个 犹太人的 历史 因为他用 祭司的 角度 去写 历史 然后 第三 撒末尔是 注重 国家的 兴衰 所以 在扫罗时期 开始是好 后来 因为他离弃神 就开始 有点紧张了 但是呢 神找到 和神心仪的 王大卫以后 国家开始 又稳定了 而且 平步 清云 到了 列王记 的时候呢 就 紧张了 为什么 因为了 这个王啊 传位 给谁 给谁 大家都 很注意 这个事情 从前 国家 是联合的时候 就不怕 敌人的 入侵 现在国家 分裂了以后 势力 力量就 薄了 所以了 一个王 兴起 大家都要看 这个王 传位以后 这个王 有没有好好 敬畏神 有没有神的 同在 神的保守 虽然力量 比较薄 但是如果有神的 同在 有神的保守 大家呢 就平安 如果力量 已经够薄了 又不懂得 敬畏上帝 大家都 对这个国家的民主呢 就非常的担忧 所以呢 政治史下策 很注重了 写这个宝座 传位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那一段的时期 历史就比较紧张 不像联合王国 不像联合亡国时期呢 那么 缺少那种 紧张的气氛 然后呢 第三点 历代志 他写历史呢 是注重了 凡是与圣殿 有关的事 凡是与圣殿 无关的事 他不太有兴趣去写 比如说 大卫 翻监影的事情 比如说 大卫 被他儿子 压杀龙 篡位的事情 这些都与圣殿无关 他就不太写 那还有啦 就是 那个所罗门的事情 所罗门那些败坏的事情 在历代志 根本也都没提 不是他对历史统治者 歌功颂德 乃是 他是以 不兴圣殿的那个观点 去写历史 凡于圣殿 不太有贡献的事情 不是他要纳入的范围之内 所以 所罗门 在历代志里面 你都是看到他 对上帝圣殿的贡献 第四点 那个 撒摩尔记 他 不着笔 在领袖的批评上 他只是忠实的写历史 有贡献 有好 有不好 他就写了 这个统治者是这样 猎王纪 因为他是用先制的角度 写历史 所以往往对统治者的道德 他的成就 就加上了一些的评论 然后 历代志 他对里面所写的历史 他是祥树 善王的优点 对于那些坏的王帝 就略略写过 因为那些坏的王帝 对敬拜一点贡献都没有 不是他要写书的材料 他的目的 就是要写一本 敬拜的福星史 是要福星人民对上帝的敬拜 福星领袖对上帝的敬拜 如果国家都敬畏神了 那国家就能够平步青云 所以这是历代志 其实是写一本 今天我们说是教会的福星史 他是讲以色列的福星史 希望鼓励那些被鲁归回以后的 以色列人 你们国家亡了 没有亡了 现在回到 有机会回到自己国家来 你们第一件事情 不是要福星 你们的家庭 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饭碗 也不是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生意 来是敬拜 被鲁归回的那些以色列人 从联合亡国 到分裂亡国 然后到国家灭亡 被鲁拉巴比伦 七十年后 神让他们的子孙 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些回到自己家乡的以色列人 对那些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回到家乡 其实他们就好像是 新移民一样 今天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就是新移民 这些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家乡 神给他们第一个使命 不是要建造自己的家 乃是神的家 神要借着历代制 告诉神的百姓 你们懂得 你们人生的使命 懂得回来 以神为首建立神的家 神就复兴你的家 你复兴神的家 神就复兴你和你的家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学习一个历史的功课 从历代制 来学习我们人生的功课 今天我们是新移民 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懂得先把上帝摆出来 放在首位 先来复兴神的国 神的家 然后我们所需要的神 也都会 嫁给我们 所以历代制 希望大家用一个新的角度 来看这本书 最后 就是撒摩尔记 记录 它是记录性的历史 然后 猎王记 它也是记录性的历史 不过那是加上先制的评论 那历代制 它是写历史所是选择性的 一些材料 它选 一些材料不选 因为主要是以圣殿的福星 敬拜的福星 为它重要的信息 好 我们来到这个图表 那就是要我们知道 这三卷的历史书 它的内容 都是写以色列王朝的兴衰死 它的历史包括了长度蛮长的 蛮广的 撒摩尔记上下了 它是从撒摩尔记 公元前1100年 BC一直到大卫 它的王位结束 大概是在公元前970年 那段时期 我们称为了联合王国时期 里面包括了联合王国的三个巨头 第一个是撒摩尔本人 他是一个先知 他是一个祭司 他也是个国家领导者 在没有王帝之前 他不自称王 他也不自称帝 他是以神的代言人 以士师的身份来领导国家 所以撒摩尔 他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他有先知的地位 有祭司的地位 有领导人的地位 后来两位国家的王帝 都由他来安利 第一位所安利的王是扫罗王 是以色列人心应要求一位王 撒摩尔很伤心难过 神对他说 你不要难过 他们不是厌弃你 他们是厌弃神做他们的王 他们既然说要一位王 好像列邦一样 找一个人做王 来做他们国家的管理者 就由他们吧 那撒摩尔就听从神的意思 顺从民意 为他们找一位王帝 因为是人的坚持 所以他们找到的一位王帝 是扫罗王 而这位王开始好 后来失败 因为不是神的选择 是人的选择 所以不是最好的 所以扫罗王称为被废弃的王 他开始敬畏上帝 后来骄傲离弃神 甚至有困难的时候 不是去寻求神 而是寻求那些邪灵交诡的 所以国家渐渐的 在他带领之下衰落 是因为他没有坚持 以上帝做他的王 做国家的王 所以后来撒摩尔很伤心难过 神说你不要伤心难过 神带领他就找到另外一位 和神心意的王 大卫王 他是和神心意的王 是神所建立的王 所以大卫的后代 从所罗门后面一代一代的 都是他的孩子继承王位 所以我称之为神所建立的王 一直到后来弥赛亚 耶稣基督 天国的君王 就是从大卫的后裔而来的 撒摩尔所描写的 这段以色列国的历史 是一个联合王国历史 国家还没有分裂 第二段呢 《猎王记》 它包括的历史呢 是所罗门在位 公元前970年BC 一直到王国 公元前586BC 它里面的内容呢 是从联合王国 一直到分裂王国 到国家灭亡的 这些的年代 王朝呢 可以是说是有联合王国 一直到分裂 那里面呢 那个王朝分裂的原因呢 是从所罗门犯罪 所以了王朝就开始了下滑了 然后呢 王国呢就分裂 从分裂以后 就彼此敌对 在历史上面 这两个国家 以色列国 还有犹大国 以色列是北国 犹大是南国 北国不敬畏上帝 南国有一些王帝 领导人是敬畏上帝 所以了 北国先灭亡 南国呢 国运比较长久 这就是《猎王记》上下所记载的 这个历史的内容 然后呢 历代志 他所跨越的时代呢 是包括了联合王国 分裂王国 甚至王国以后 国家灭亡以后的回归时期 都有包括在他的历史当中 你看那个大卫 他登基了 历代志是记载的 大卫登基 大概的是在公元前 1005年BC 就是历代志所记载的历史的开始 一直到回归 以色列国贝鲁归回 当时的年代是公元前 538BC 所以了 他跨越的年代呢 是蛮多的 从联合王国 分裂王国 到贝鲁归回 王朝的复兴史 是历代志所要描述的重要内容 他也有提到扫罗王时代 怎么样复兴宗教 有过一点点 然后大卫时代 那是最多的 最努力的 然后所罗门时代 他是继承了大卫努力的成果 譬如说 所罗门的所有的金银财宝 都是大卫留给他的 是用来福星敬拜神的圣殿 历代志 他也写到在分裂王国时期的 一些的情形 分裂王国时代 有很多的历史 他有记载 但是都是记载 比较注重善的王帝 所做的事情 他没有太多提到北国的事 凡是北国与南国有关的事 他会提 他的重点是南国 为什么呢 不提北国了 因为北国不敬拜上帝 他们也不来 历代志这本书 他看到这个国家的灭亡 也随着这个国家被掳到外邦 他写这本书是要提醒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犹太人 告诉他们 我们亡国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丢弃了圣殿的敬拜 我们不敬畏那独一的真神 所以这是我们亡国的原因 他写这本书 是希望犹太人被掳到外邦 他们要读这本书 要传送里面的教训 要告诉他们子孙 有一天他们被掳归回了 回到他们的家乡 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老家 他们人生第一个使命 不是建造自己的家 乃是建造神的家 所以耶利米写历代志这本书 是犹太人的宗教复兴史 希望他的后代被掳归回回到家乡以后 会继续复兴 但是把神和人的位置要搞懂 所以弟兄姊妹 你跟我都是新移民 你要神复兴你的家吗 请你把神该得的位置放回去 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前面 那你的家一定是一塌糊涂 如果你把神放在第一位 神必定会恩待你的家 你不信主的先生太太 上帝会负责 你不信主的孩子 你的上帝也会负责 只要你敬畏上帝 但是如果你撇下上帝 你就专搞自己的事情 我跟你讲 就会重演以色列王国的历史 好 那历代字了 那他横夸了第三部分的历史 就是讲到贝鲁归回时代 那讲到神 借着古列王 灭了犹太人的仇敌 巴比伦 然后呢 使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家 重建神的殿 然后重建他们的家园 这个民族回归是很重要的 因为后来 耶稣出生 就是在犹大这个民族当中出生的 如果当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呢 他们国家还不存在 他们只是一个 回归以后 他们是一个被统治的民族 就是在罗马帝国里面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神要他们所等待的 不再是过去的那些王朝的国度 因为虽然曾经有神的同在 但是人对神的信靠 总是没有坚持 人的不坚持 也成为了这个整个国家的命运 起起伏伏的原因 而神要带给他们一个最可靠的王帝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后来耶稣基督 从他们回归以后 在巴拉斯坦 伯利恒这个地方诞生了 他要建立的国度 不但是给犹太人的 他是要给全世界的 所以今天福音传遍世界 基督的国度即将来临 我们感谢主 好 今天我们旧约概论历史书 第一讲在这里结束 我们希望大家回去以后 能够掌握这个图表 用新的角度来看犹太人的历史 因为历史是神的见证 正如英文所写的History 就是历史是上帝的作为 他要见证那些 今天的民族 他们要兴盛 不今天的民族 他们要衰落 同样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以敬畏 耶和华为本 我们家就复兴 如果我们不以敬畏 耶和华为本 我们就将会衰落 神的话 有另外一个名称 就是预言 意思是说 神的话一定会应验的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 留心听 留心遵行 你的家必定复兴 下一次主学上课的日期 是在3月12日 由郑敦仁老师 主讲新月概论的西伯来书 3月19日 由许牧师继续主讲 旧月概论的 《猎王记》与历代志第二讲 谢谢你们参加 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